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商鹏飞日前表示 去年9月6日 联邦政府就发布了对TikTok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命令 但至今才公布这一消息 目前 审查还在进行中 无法在线访问 也不能透露更多细节 因为受制于加拿大投资法保密条款 根据加拿大政府本月稍早推出的 互动数位媒体外国投资新政策 TikTok将面临更进一步的加强审查 审查将重点关注敌对国家 是否传播虚假信息和操纵信息 干预加拿大民主 美国目前禁止TikTok法案 专注于TikTok的所有权 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目前 加拿大和美国的联邦政府都颁布了禁令 禁止政府设备使用TikTok TikTok在加拿大也在被联邦政府调查当中 另外 意大利竞争管理局在周四宣布 对TikTok在意大利 爱尔兰和英国的业务 除以总计1000万欧元的罚款 理由是内容审核不利 可能有害于年轻或弱势群体使用者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妮 加拿大报道